这是做个千层肉饼 干的薄后要一个硬壁后 馅厚度跟一个筷子似的 一边卷的时候一边蹬 层更多 首先第一货还是千锅面 一斤面 6两左右的水 普通的腐浆粉 这属于中筋粉 干什么都能用 一点点加水全弄成 打成续状 再揉成面团 天越冷加水越多 对 天越热加水越少 因为天热它有 容易蟹 第二是它有湿度 天热 面粉就潮 这个差不多多少块 其实差不多多少 但是差点一点都不行 对 我们这揉成面团 再摔两点 让它快速行好 你要是手揉 肯定没有摔的 没有摔的快 对 你看你这么摔一下 完了侧过来 再弹过来再摔 反正跟趁面一样 一反一弄 你看听话了 对 马上就光滑了 挺棒的 马上就匀了 它这个就是速度快 齐了 你看光滑了 醒上了 下一个咱们货劲 牛肉 牛上脑 它有肥有瘦 而且这块肉是最嫩的 会有一斤多一点 我们这个肉应该是用到二瓣 肥的二瓣 瘦的瓣 花椒水或者提前泡好了 开水泡 就省得熬 熬也行 这里头有花椒 完了有三瓣大料 泡成 你看这个汤 要成黄角色了 这就行了 这就是为了去腥增香 老北京的黄酱 大概是哥哥三十来克 豆豉我们得给它切一下 破壁不破壁它不销 二十克左右差不多 完了我们切点姜 过去不是有一句老话 要想馅香多割姜 对 这个姜越碎 最好使记忆打 你让人吃出一口有姜 对 姜粒就麻烦了 差不多一两姜 我们放里头 这个葱大概其实有个四两多吧 其实葱在这得是个主味 你以为大葱包子吗 对 他得大葱牛肉 对 大葱牛肉才增香了 对 这个葱不能直接拌到馅里的 我们第一次拿香油味 馅里因为有咸味 在拌到馅里等它一熟的时候 它有一股五了的臭葱味 稍微的搁一点点味精 你还要少许 因为酱是咸的 酱油 对 对 还得下酱油 对 其实这个馅有点瘦 加点油 这个烙饼它就不能加水 加水一烙 水就全滋出来就黑了 所以就得使油打 有条件是加香油 葱萝油 您多来一口 老范古 老范古都烫 你知道我就用咱老范古茶酱 我调了一次饺子馅 那好吃好了 我把酱油也给省了 盐也给省了 蚝油也给省了 还有真心 是不是 对了 你就使老范子炸酱饺子馅 绝了 这个葱呢 我们先倒到表面 做的时候再往里搁 对 做饼的时候一会儿就熄火 那面也醒好了 面也醒好了 你这不安排它 胡茬安排店 你看这面经过咱们摔了以后 你看这么一会儿就醒 就醒得非常严练 不往回缩 而且你撑它不断 对 我们现在给它撑长 完了 擀成片 长方片 这个擀的薄后 要一个硬闭后 然后我们往上抹馅 这会儿我们把这葱稍微和一下 也别死 死往里和 就都让它在浮面上带着 因为馅你已经有咸度了 有咸度它一腌那个馅 它那个臭葱味就容易出来 尽量这吃出来的要是鲜葱的味道 这个馅厚度跟一个筷子似的 差那么厚 就行了 完了往回折 一下一下往回折 一边卷的时候一边顿 完了这个面更均匀 包好 层更多 转一圈就是一层 摟过来三面封口 搞两头和正面 给它把那个筷子往里塞塞 用最外头最层面给它捏盐 往这儿裂塞 我们先给它拿 这个一点点压 要使劲一杆 用馅就出去了 因为馅多 皮薄 然后我们把这个给它搭上 这个光用下火就行 180度 齐了盖盖 盖盖很累 一面六七分钟 定的行就可以翻了 要不然就翻过来 走 翻过来吧 哈哈 我太见面了 试试试试试 这个称小饼开大 这个翻过来 就是所以我们切成一半 脆 要把它出锅了 进行 对 对 酷 一 两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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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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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表吃的酥脆 里边那个盆吃到嘴里非常滑的 黄酱和豆豉的交接交接在一起 这姜多就是香的 真是香 焦焦的个事 其实这就是没大多反应 如果饼烙不出这个 得撑花来 所以这个特别棒 真棒 咱们这个馅一定要使花椒水搭 隔点花椒水 去腥增向 抹的时候抹的厚一点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 多吃点肉 我们好好做菜 你们好好吃饭 关注老范谷 吃饭不含糊 黄老师 咱们有好多网友 对于咱们生抽 老抽 酱油这三件不明白 到底这怎么区分这些东西 哦 其实酱油应该说是总称 生抽也叫酱油 老抽也叫酱油 但是呢 生抽老抽的区别是 生抽呢 这个颜色浅一点 但老抽呢 它焦糖色会重一点或黑一点 所以叫老抽 一般调色用它 调味的一般就是用生抽 但是真正的酱油 其实那就太考究了 酱油 酱油 是在做酱的过程当中 把那些液态的东西把它叫成取出来 我们说一般衡量酱油好不好看什么 看酱油里的氨基酸钛氮的含量 一般我们现在说特级酱油 就500克酱油里边 含1.5克氨基酸钛氮就算假 好的了 我曾经就买过一次 我们在黑山做这豆厂 看见人家卖的大酱钢 哎呦 我突然发现了 有酱油了 后来我就问 我说 我说师傅 我说我买酱跟不同 我想买点锡的可以吗 他说锡的也行 但是锡的 跟酱的价钱一样 我说那也没关系 锡的我也给你价钱 结果呢 等于是 两个大客乐瓶子 搁一点点就非常非常鲜 等到我们第二年再去黑山紫豆厂 还想用这种方法 想买点锡的 然后不买了 他说我到现在记住您 去年就是您买了我们的 撇了我们这个 这个表面的汤 这个水以后 人说这个酱 一点酱香味都没有 所以酱的香也是氨基酸钛 我撇出的几乎叫氨基酸钛 钛的那个饱和的这个 给它撇走了 好 好 好